對,我們巴菲特最愛的巧克力品牌 歡迎大家收看喬妮日誌 一、二、三 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喬妮日誌 今天喬妮日誌來到章椅機場Terminal Tour 這樣來Terminal Tour就是為了要紀念一下 有一間我很喜歡的店 這間店呢,叫做C's Candy 好,它現在要關門了 可能是因為Terminal Tour它要整修的關係 所以C's Candy它現在也關門了 然後前陣子是因為聽說它的C's Candy 它有開放幾天然後給大家購買 然後全部都是70% off 三折耶 對啊,你想說它巧克力其實很貴 它有名的是巧克力還有Lollipop 就是棒棒糖 然後它裡面還是有禮品店 它其實也是兼具禮品店的公園 裡面有很多娃娃還有一些就是禮物 是你可以買來送的 送情人節啊還是有人生日或者是結婚 都是很好一個送禮的一個商店的選擇 那我認識C's Candy其實是因為華倫巴菲特 對,我們的股神巴菲特 那它本身有投資C's Candy 它持有百分之百的C's Candy的股份 對,然後它本身自己也很愛C's Candy 然後每一次他們播客下的股東大會 C's Candy一定會在他們股東大會裡面 對,然後這一次呢 C's Candy要關門了很可惜 它裡面現在都是空空的 現在給大家看 哇,你看它裡面幾乎都是空的 它以前這邊全部都是滿喔 全部都是滿喔 像貨架上前面後面都空的 都空空如也 以前這邊很多娃娃還有一些飾品的 然後這邊還有一些巧克力啊 這邊是放它的巧克力的竹櫃 對,現在有空的 好,其實很可惜耶 我自己很喜歡的一家店 對,這C's Candy 它最有名的就是這個棒棒糖 然後這個堅果巧克力是華倫巴菲特最喜歡吃的 對,也是他們的招牌 那我本身是還蠻喜歡他們的 然後它每次都是這樣賣一盒一盒 然後有時候都買小盒 有偶爾會買大盒的 好可惜它要關了 好啦,C's Candy Bye Bye 台灣還有C's Candy 那我們台灣見 掰掰 嘿嘿,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喬菱日志 今天喬菱日志呢 跟大家介紹C's Candy 對,我們巴菲特最愛的巧克力品牌 他當初啊,追女朋友的時候 有發現是說 大家都喜歡拿一盒這樣的巧克力 追女孩子 所以他當初的女朋友其實也是這樣追到的啦 好,因為他現在在 章衣機場第二行下 在Depatche大廳他的巧克力呢 因為他們的店要關了 所以現在全部70% 所以看我買很多喔 他這個是91% Dog Chocolate 然後這個是85% 然後這個是64% 然後這個呢 雪人手上拿的這個 這個是最知名的 他們的那個Lollipop 棒棒糖 那我手上這個是 巧克力口味 哇,叫雪人拿的很好看耶 待會給雪人一個特寫 那我們今天的Elsa 她今天很乖 她的身體在另外一個地方 她這是磁鐵 對,她可以夾名片 那我的Enna 剛剛睡醒 她眼睛相當深 跟鯨魚眼一樣大 好可愛喔 好,接下來要跟大家開箱的是 我們的底下這三盒巧克力 登登 好了,我要打開給大家看囉 好,它蓋子打開會長這樣子 它會有一個 SIS Candy的一張 這樣的單子說明書 然後裡面講一下 它的一個品牌的一個故事 然後把這三個拿掉 然後再來就是 它裡面會有一個 這樣的一個泡泡紙 好,首先這兩盒呢 是我的最愛 它是 深巧克力加 就是 黑巧克力加杏仁 這個是我的最愛 超好吃的喔 嗯 然後再來這個呢 右邊這一大半 它是那個 Dark Peppermint 它裡面有加薄荷 然後這邊呢也是 一個是Truffled 然後一個是 嗯,這個我忘記了 有點是焦糖 有點是Truffled一個焦糖 對 那這樣子呢 全部加起來 70%完 大概 120塊 原本這樣要400塊喔 這樣全部打下來 只要 120塊喔 很划算 然後這個原本 是一片 是8塊錢 然後打完 大概2塊多 對 真的很划算 那它以前有賣 30,40,50,60 70,80,91 跟100 對 然後 91 有些人可以接受 有些人不能接受 那我自己 之前沒有吃過 因為我之前都吃 64 跟85 那這次想說 試試看 91% 噔噔 好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 喬琳一致 C's Candy 看一下喔 希望大家會喜歡 要記得訂閱按讚喔 掰掰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 按訂閱 按分享喔 還有記得開啟小鈴鐺 為影片上傳會 在第一時間通知你喔 按讚 小鈴鐺 按讚 小鈴鐺 按讚 按讚 continuous